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首先,很歡迎大家今天來張雪庭小姐 就是傑仙卡嫖的新書,一個講座 她的書叫《香港鬼妹講街史》 講座是香港的港,鬼妹是她 其實看的樣子都像鬼妹的 實際上就是… 我認識她的時候是鬼妹,現在是鬼婆 但是我們不要叫鬼婆講街史,要叫鬼妹講街史 今天她這本書是她講完《鬼妹講故事》之後 就準備了這本書 我們第一集在《鬼妹講故事》裡講了 所以我今天就不會太重複 或者再講《鬼妹講故事》 她的故事是為什麼來香港 怎樣認識我 怎樣去應付香港的生活文化的差異 還有有一個鬼妹怎樣變成鬼婆 在第一集說了,不說了 第二集,今天她是講她最開心的 也就是對她來說 除了我之外,香港最吸引的地方就是街市 今天她主要講她在街市 而且她的本書裡面也講了很多 法國她也去街市 法國的街市和香港的街市的分別 她小時候在法國 現在也是每個星期六 在家附近都會有一個市集 我們也叫街市的市集 即是附近的農夫 把她的農產品拿去市集 她說到星期六之後就不買 整個村的人都會去那裡賣東西 我第一次去,應該是八、七年 我們結婚了 我八、六年幫她結婚 八、七年就回去探望外父外母 她就帶我去那個街市 第一次去街市 我覺得很奇怪,走五分鐘就停一停 她們就打招呼,整個臉 接著就聊十分鐘 聊完之後,走五分鐘就停一停 又見到別的朋友來 因為那個星期六 船村或者周圍的人都去了那裡 街市、姨媽姑爹,全都在那裡 每走五分鐘就見到那些姨媽姑爹 最後五分鐘就在街市 星期六就這樣過了 聊完之後,在咖啡店裡 好像我們茶餐廳 他們叫咖啡店 他們去咖啡店 然後回去各自煮飯 整個朝後早就這樣過 我們上個星期都是這樣過 在法國的街市 那我就… 開場馬說了這麼多 她先… 已經說了很多 第一,我想說多謝你們 我看到很多朋友、親戚 都來這裡 謝謝 所以我會說廣東話 每個人都會聽,對吧 可能很難聽我說什麼 你不需要用英文 好 謝謝 所以已經是Steven說了 我很喜歡去街市 所以是… 那本書特別是關於街市的經驗 為什麼會喜歡去街市 以及法國、香港有什麼分別 唉唷,這邊 對了 所以會說我的經驗 有故事 全部是裡面的本書有些插頭 所以… 對了 因為初初來這裡有些關難 所以是… 要學 所以是… 剛才Steven說了 在法國 不單止我們去賣菜 我們去… 我們去… 有見朋友 然後…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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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村 … 本地的… 當地的農民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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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 很熱鬧 每個星期的一次 是… 多數是星期六 早上 我住在媽媽、爸爸家裡 是星期六 開始六時到十二時 一時下午 所以是特別的節目 如果你想見到朋友 你去街市 你肯定會見到很多人 還有那裡的法國市集 他們的路都封了 在市中心那裡 平時車過的 就變成了整個行人區 那些檔口就放在街上 人山、人海 那些… 番茄、薯仔、菜 都放在街上 是很熱鬧的 就像我們那些街市 但平時就是… 就是馬路來的 但是那時候就變成街市 還有是… 走兩步見到朋友 有時候我們是… 坐下去咖啡 先喝一杯咖啡 然後繼續賣菜 所以很放鬆的 不同的 還有一個是… 我記得是小孩子那時候 可能是十歲開始 我伯媽媽去賣菜 很開心 因為是… 都可以去試… 吃… 吃… 可以試吃 是的,試吃 因為是… 你們知道法國很多芝士 有不同的味道 所以我還是沒試過 到現在都沒試過 有些可能是… 到現在都沒試過 好像說有幾百種的 芝士 對… 如果每次試一種 可能要試幾年都試完 兩年… 兩年… 香港都沒有… 可以試… 很不好意思 不能試… 一試試… 可以試什麼… 叉燒… 都不能… 哈哈… 哈哈… 所以… 在法國都會特別… 特別些… 特別些… 還有… 我們住在… 尼安的旁邊 叫Vienne 一個城市叫Vienne Vienne的街市 是一個特色 就是那個牛奶 是… 新鮮的鮮奶 你可以… 一個… 很… 一個桶… 一個桶… 可以… 自己買一杯 可以直接喝 或者… 可以… 你自己… 一枝… 你可以… 拿回家… 便宜一點 而且很新鮮 這是一個特色 不是… 每個街市都有 那些牛奶 可能是未燒過毒的 很新鮮 牛渣出來的牛奶 把一個桶在那裡 那你自己拿些膠瓶去 就買一瓶牛奶 自己倒 一個牛奶 他們的做法 幫我們是很不同的 我們這些牛奶 要買一瓶瓶 他們自己倒下去 是的 所以… 我本身很喜歡去街市 每個人都沒有 不過… 我來這裡八六年 我想去街市 不過我主動和婆婆 一起六個月 她說 她叫我基斯丁 因為Christine 很難說 是嗎 是嗎 所以基斯丁 她說 不要去 她很擔心 我會… 地下滑 我會掉了 她說髒 很熱 所以很醜 她說 不要… 不要… 哇… 我先生也說 可以陪她去 不過我要躲起來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你說握錢 她擔心會見到貴妹 握情 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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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三、一、二、三 都要… 要懂得看 你懂得看 你不懂得看 所以開始要做功課 學多些東西 才是行去 自己一個人 左本書裡也有說這些 接著有說法國和香港的分別 第一是… 真是… 濕 很濕 是不是 濕 濕 濕 對 香港的街市很濕 濕 還有排隊 我會一會兒說 有些東西未見過 很奇怪 還有其他東西 第一是… 每個人都知道 可能有些人不喜歡去街市 我兒子不喜歡 因為他說很醜 都是… 很濕 是的 所以是很有特色 不過我不怕 大家注意 那個漫畫的紅衣 那是他來的 黃衣的頭髮 是他自己畫的 他自己畫的 他自己畫的 那本書是我自己的 所以你會知道是誰 接著是排隊 因為是… 法國人多數是… 一定要排隊 不要說是… 有些人排隊 也有 不過有些人是… 常來都是排隊 這裡不同 第一來吧 第一說 你講很大聲 你第一 是不是 我… 我也有 現在是這樣做的 所以… 這裡是… 有明顯的 每個月 是… 花費袋 要等待 一個人在前面 先服他 接著是… 第二個人 第三個人 哇 我真的要很大聲 才可以… 買東西 不過這個是習慣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習慣 沒事的 還有很多東西是… 不同的 菜 一些… 紅蘿蔔 我那時候 沒見過這麼大的 紅蘿蔔 我以為是… 被一些… 鬧吃 鬧 或者… 苦瓜 很多瓜 冬瓜 那些… 我沒見過 所以我… 有講這些 是嗎 是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 雜貨公… 雜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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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這些… 都是看一件 你不知道 裡面的那些 汁是甚麼 你不懂得說 是怎樣買 全部都是用中文 或者是沒有… 沒有… 甚麼都沒有 所以真的要… 問一下 要學少少中文才行 不過在雜貨店那些東西 沖菜頭 沖菜… 你問我… 我都不懂得解釋 我到現在都不太懂得解釋 這些東西是怎樣的 有時候 我們小時候 家裡煮的湯 例如說 章魚 如果媽媽煮蓮藕湯的話 她會加個章魚下去 不知道為何要加個章魚下去 那麼 紅蘿蔔、青蘿蔔 我又不知道為何 你不可以加個白蘿蔔下去 煮紅蘿蔔、青蘿蔔、白蘿蔔湯 其實是很有趣的 combination 我們上面的代人 他們已經知道了 譬如說 夏天 我們媽媽要煮冬瓜水 要去薯 但為甚麼呢 又不知道 為何不煮切瓜水 去薯 要煮冬瓜水 我又不太懂 不過我真的告訴你 她問我 我又不懂解釋 我盡量… 她就覺得很煩 她說 甚麼都不懂 我會教我 又是中國人 所以很多問題都不知道為甚麼 還有一些很有趣的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一些人 現在也有 但少了一些 你們有沒有看到 看雞蛋 是嗎? 買雞蛋? 照雞蛋 現在沒有 我都看到 但很少有 是的 另一個特色 我們去的時候 這些雞蛋 鋪了整個金字塔 有些店鋪 是很省位的 向高發展 整個金字塔 在法國又不是 法國 你買雞蛋是怎樣的? 法國 法國買雞蛋 是… 我們用一個盒 這個插頭 是說 我們用一個 雞蛋 在這裡 不知道有沒有 我沒見過 有 自己戴個環保盒 可能環保盒 也要用 這些 不過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 有 我們有 好 OK 還有 這些是很新鮮 還有很臭 肉 是這樣的 都是很特色 還有魚 在法國 魚是新鮮 都不會放在水裡 都是放在冰上 雞蛋 現在不可以新鮮 不可以是雞蛋 一定是雪 或者已經是… 在法國 法國 全部是雪雞 或者是 湯了雞 應該是死了 這裡還有 這裡還有生雞 還有田雞 還有田雞 還有龜 很多東西 還有魚 游泳的魚 還有 方法是怎樣拜一些東西 都是發覺地方大 所以是一拜 這裡是… 向高發展 對 很多地下 什麼地方都有 還有 還有那個… 那個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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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以前的磅 對 我來這裡 已經發覺有電 用電磅 電磅 這裡沒有 所以很快 你不知道 是什麼 第一 是我們用一個 Kilogram 這裡是一斤 有時是一磅 對 很快 你買 放在這裡 你也看不到不清楚 是否真的 很快 不知道是否你們覺得是… 他只是叫你付錢而已 對 接著付錢 對 這裡是很快 很Efficient 你不會太慢 我們更慢 我們更慢 另外一件事是… Touch 我們是… 那些水果 我們… 多數是… 東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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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們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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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些… 很有趣的不同 不過有些東西是… 大部分都是一樣 Treating 每個地方都有 Flattery Touch 待會我們會看一看 Treating 特別是那些東西是很輕 Light 你不知道 你不清楚 100個gram 100個gram 是差不多 所以很難 你看不到他們 用手 都很快 然後要變得重 然後更快 特別是蘑菇 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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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毒的蘑菇 他們去樹林 真的去摘蘑菇 那些人就一個星期 或者幾個星期再來一次 售賣的蘑菇 那些人 讓你看不到 因為不唯一按 一按 然後他們覺得很重 那些就不去 那就是 побед了 哈哈 flattery 这里香港街市 有些人知道 怎么叫我们 多数叫 美女 那里都有 有些是 like if you find this cheaper elsewhere I give you a kiss 有很多方法 他们很喜欢讲这些 给一个kiss I give you my sweet German Personal touch 香港的特别是 给钟 给多条葱 对 法国没有 所以这里好一点 接着去街市 比较 超级市场是好 你可以看 有些是 这里是叫 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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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很小的 生果 绿色 只是七月八月 可以买 不可以的 你可以做一个 汁 酸酸的 所以我试过一次 不是很成功 所以我本周又说 不过你可以 看到一些东西 是 哇 好有趣 没见过 所以你可以问一下 当主 他会介绍 给你知道 是怎么煮的 所谓的 一个经历 就是这样 不过 是买很成功的吗 你觉得 很好吃吗 他又买过猪鼻 给我 做了猪鼻 给我吃 又煮过一些 很有趣的 帘篷 他在某个厅 买了一些很有趣的 我真的没吃过 这么大的 年龐我真的没吃过 整个年龐 拿来煲汤 我煮给我 妈妈又没煮过 是她煮给我 这些很有趣的 东西 是很有趣的 他会去试 试完之后 煮完之后 我就做试试 我通常都是要 做试试 试试 另外一个 你可以和一些人 见解 问一下 怎么煮 或者 做试试 做试试 不可以 所以 第一次 这里是 第一次 买了 冬笋 冬笋 他们说 他说 要 那个 怎么说 那个 尖是 酷酷的 所以 都需要 不要 剪掉 还有 如果是 今天 做 要 如果是 如果是 冬笋 要 用 报纸 包 是的 有点 提示 因为 说 中国人 所以 很有用 可能 你们 每个人都知道 然后 有一些 故事 我说 这里 告诉你 有三个 第一个 是 用 手指 我第一次 看到两个 手指 我以为是 等于 二号 所以 我说 16元 16元 我看到 好像 我听了 15元 我给 15元 16元 16元 然后我以为 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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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后面 我看到 英文说 16元 所以 我给你16元 但我心里想 这是 两个手指 我都要学一下你们的方法 一二三四不同 这个是那个鸡舌 可能你们都见到 他们会看什么 看那个鸡是否老 或者有没有很多鸡蛋 他们的意思是那个鸡蛋可能是硬一点 所以有一个方法 我们在法国不知道 可能是不让我们看 不知道 我也在法国没见过活鸡 我们通常都是看他的屁股吹一下 现在已经不吹了 现在就很害怕 以前要是吹一下 看看他的屁股的收缩情况 就是说这是春鸡还是老母鸡 通常我想都是这样 但是这些是很传统的做法 现在他觉得很新奇 但是我们上一半的人去买 他们在街市通常都会做这些 但是对他们来说很有趣 还有猪 我看到几次在鸡边 看到猪肉在人隔壁 有一次是在旺角 突然我看到猪肉在我隔壁 那个人是背着那个猪肉 哇,很奇怪 而且看到鸡边的人会刺猪肉在地上 对 因为法国人的外生是很严重的 所以这些东西 我没有说是骯髒的 我都不介意 不好意思,我都是鸡丝米 你吃了这么久都没有事了 对,没有事了 不过是法国人没有可能会看到这些东西 那些人不会让你 撒猪肉在地上 还有什么 因为在书里面也有一个 因为在街市和食物 我小时候是吃什么 法国人 平时是 普通的家庭是我们吃什么 所以我说是 我自己的经验是栋梁 因为我们有一个家里 有一个花园 所以我们有朋友在隔壁 有薯仔 我们吃很多薯仔 薯仔是均匀食物 所以每年我们 好像是100克 我们需要一个家庭 因为在冬天 每天都是 晚上我们有一个汤 是鸡丝米 和鸡蛋糕 对 对 是大葱和薯仔汤 对 薯仔汤 所以是每年一次 我们的冬天 我们整个家庭去冬村 帮忙 怎么说 收拾薯仔 收拾薯仔 所以是挺好玩 是辛苦 但是很好玩 然后晚上我们跟冬村一起吃饭 所以有很多食物 很多是 有些薯仔 薯仔 薯仔 面包 芝士 很多东西 每年一次 而且图里的第一个 大家看到的车 就是法国那些很出名的 雪铁龙的 叫做 德州 两个CV 是很传统的车 是很舊 很舊 四、五十年 到现在用到 还有的 你看到车 就觉得这个是法国的 简直 是雪铁龙的 两CV的车 叫做两CV 现在应该 都是有一些 他们可以去农场 你就自己去收拾薯仔 去收拾 那是便宜一点的 整个厘米 整个厘米 10厘米 10厘米 20厘米 这样算 收拾完回去 那就是过冬 他们的家里有一个地牢 就专业放在冬天 可能他收拾一百个厘米 就是在冬天 就有八个厘米 然后他去完之后 他在农场的朋友 就会帮我一起吃 全部 我还没试过 但这就是他小时候的经验 我去到也不用我再去收拾 幸好 我也收拾不了很多 而且在家里 其实他的花园 有很多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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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最初要准备好 那个石头 所以很辛苦 我们有空 妈咪、爹地说 帮我们收拾 收拾一些石头 食头 所以也很喜欢去花园 有些人现在很流行 自己可以喜欢 藏花、种菜 我自己因为是小时候 只有做很多 所以没什么兴趣 收拾太多石头 没什么兴趣 我最喜欢 我最喜欢是松花 我是中间 我姐姐喜欢松花 和番茄 其实很有趣 她不喜欢吃番茄 她自己做那些 开始喜欢吃的 我小时候很喜欢 我小时候很喜欢 是松花 那些 其实你自己松花 你觉得是最好吃的 所以你不喜欢那些 可能你会喜欢 不喜欢吃的 我小时候 因为父子 每个节目 有些特别的食物 父子 父子是我们吃药 但在兩、三年,我爸爸一直養了一隻羊 但每年是春天,有兩個嬰兒養 你們猜猜,我們不會保持這麼多羊 所以我們在父母看到肉在那裡 所以我們不喜歡吃 因為寶寶的樣子很可愛 我們會圍繞牠,用一瓶紙圍繞牠 我小孩很喜歡跟牠們玩,背著牠 所以想起父子的樣子 其實我們也有類似的經驗 我媽媽小時候買一隻活雞過節 我之前買了幾天,養了幾天 我小時候就像是寵物一樣玩餵牠 然後要湯的時候,雞就變成白切雞 變成雞湯 其實我小時候也有類似經驗 不過我還沒養過羊的家 我們就吃雞 我們每天都有一個人送鮮奶 所以鮮奶很新鮮 還有很多忌廉 所以每天都可以加一點 那個忌廉會留在底 在底 對,所以我們會留一點 保持著 然後有這麼多 可以做牛油 所以放在小春 然後放在牛油 不過很少 都是狗可以做一個 牛油 也夠了 去玩 但是每個人都知道 法國人很喜歡吃麵包 不過麵包有很多 你知道我們是 賣後馬上吃 因為熱鬧鬧 而且多數沒有 都沒有包著它 好像很骯髒 沒有報紙 我姐姐在賣麵包的時候 只有一天 她也告訴我 麵包是放在乘車後面 放在地上 沒有問題 放在上面 不要告訴我們 我喜歡用 不過要用很大 要用很慢的太陽 才可以做自己的 巧克力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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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故事 我小時候是 一個家庭 我沒有試過 我們沒有做這些 他們習慣 夏天可能沒有工作 所以 自己做那個醬 自己做一個巧克力醬 巧克力醬 把麵包裹 讓它融 所以說這些 所以 其他故事 你不要說完 因為你要買一本書 然後 有一個部分 是有生子 有詞語 有些是 做一個名單 還有怎樣處理 這是一個例子 所以我會用英文 廣東話 中文字 還有廣東話的併音 所以如果有些人不懂廣東話 可以是 沒有藉口 可以試試 可以 practice 還有一個list 最普通的 例子 還有一些插陀 讓你們看看 你們可以買 是啊 差不多是 寶寶 寶寶 Sorry 好了 差不多 差不多 我介紹的本書 在故事方面 她大約會說 她在本書裡 一個編集的內容 她的本書裡 還有很多其他集圖 還有很多其他小故事 她就說買關子 不說完 因為如果說完 她就不會買她的本書 如果大家有問題 可以問 在問問題之前 因為我知道 今天也有很多朋友來支持Christine 有一位不僅是跟身邊的朋友推介 甚至在電台開咪 也有介紹她的本書 難得你現場 我當然是抓住她說幾句 掌聲歡迎 香港電台清晨爽力的主持人 Den 我給你時間說幾句 說兩句 OK 大家好 我叫葉君堯 Den 葉 我一直都在港台的清晨爽力 以及廣東講西 講一些文化的東西 在我身邊的環境 都嘗試找材料 但經常都說沙士比亞 意大利文藝福興話 嘩 很悶 有一天 大概一年多前 我在尖沙咀打輸釘 找到鬼妹Christine 那本是《鬼妹講故事》 就是香港所說的 她第一本著作 其實我還沒認識她 我為什麼認識她呢 因為我講完之後出了街 然後我有朋友聽到 就說我認識Christine 我之後才知道 原來大家有共同朋友 然後大家一年後去出這本書 剛好我想是幾個星期前 我們才第一次見面 那我說 我七月 我有份做節目 星期一 不如趕得及出街 但她本書還沒印好 變了我隨便拿一個影印本 來根據她那本來看讀後感 那我發覺我和Christine 我看這本書的時候 很有共鳴的 因為我十幾歲 我離開了香港 我去加拿大 那我是一個外國人 我是一個門外 即是中文叫什麼 外國人 是… 門外漢 是嗎 局外人 對,局外人 不好意思,有時候我的廣東話 局外人 那我發覺 我為什麼欣賞她呢 除了欣賞我自己之外 我發覺一個鬼妹 發覺完全一個文化不同的背景 來到一個很陌生 還有香港… 我們香港人走去街市 就買東西 你怎麼知道這是六 我們從小到大都見過 但想起一個鬼妹 完全不熟那個語言 去買菜 要嫁到來香港 是很難的 還有,不介意我講一講 第一本書 有一些新宣史的 就說你要儲錢買機票來香港見客人 是嗎 就在一個早上的市場裡 在一個魚檔那裡 牛雜檔 牛雜檔嗎 牛雜檔 那些雪做什麼呢 令到你手很冷 那阿仁呢 就留下了一件 是否棉蠟 因為… 不好意思,我經常看英文 我不知道是棉蠟 是… 留下了一件棉蠟給你 嘩,這個真是… 裡面是甜中帶苦 和甜酸苦辣 第一本 鬼妹講了這件事又講的 第二本,這一本 鬼妹廣街市 我又很有共鳴 就是… 我從小到大 我十幾歲才離開香港 但原來街市是這麼正的 我要去了外國 回來香港 繞一個圈才能見到 為甚麼呢 因為現在很多是超市場化 見不到,接觸不到人 意思就是說 其實… 一個街市 你要觀察一些人情細故 一個街市勝過十個商場 是吧 我看回這裡 原來我又看回香港街市 真的很棒 例如… 我現在很陌生的 有些感覺 例如… 看著雞蛋照 是吧 第一本書提及的 雞蛋擺到金字塔 是吧 還有… 我想現在 吹雞味 又已經不做這件事 是吧 但是… 你看到烏烏糟糟糟糟糟糟的 但是… 就是有這個感覺 就很棒 就是說你跟那個蟋子 有一個很親密的接觸 是吧 甚至乎… 鬼婆不要走出來 會壓情 是吧 我覺得在文化網絡裏 原來香港人 take it for granted 理所當然的東西 原來有一個門外漢 或者一個局外人 看得更加清晰 我覺得看完這本書 我有一個感覺 就是说这本书是扩阔了香港人的视野 因为像Christine她说来香港 其中一首歌,你有两首歌 我电台有说过 一首就是张国荣的《Monica》 另一首就是梅艳芳的《将冰山串开》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就能解释到这本书 两本书都是 将冰山串开,将自己的冰山串开 你去到接触香港有时不同文化 甚至去外国旅行 你能看到很多东西 例如我最喜欢有一幕 就是你所说的 扎菇 就去到森林里,刚才你又画了出来 那些菇说一家大小 weekend就会去扎蘑菇 但是大家都知道 野生蘑菇是有毒的 原来如果我记得 现在法国有些类似《药材谱》 它有一个绿色的十字 法国、意大利、德国都是绿色十字 意思是药材谱 你就去到问当地的人 他一看就知道是否有毒 所以这本书 中文、英文 中文香港人看得很棒 英文那边 不好意思,跟你买一买 送给外国人 去看香港的街市 也是很棒的 我觉得一首歌就解释了这本书 就是把冰山扔开 把自己的冰山扔开 和世界接轨 有一个很开放的心态 去接触自己不熟的文化 这本书我是最大的得着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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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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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年紀比較大 他可以看香港街市是八幾年的街市 我經常覺得 其實街市是最反映每一個地方的文化 其實我們的文化是相當寶貴的 街市也是一個寶藏 是香港的文化 這個文化我想我們應該盡量去保存 而且可以反映到人生的百態關係 當主和顧客的關係 交流和溝通 其實是幫法國一樣 我經常覺得街市是保留了香港很多傳統文化 希望它可以繼續發揚光大陸的街市 好,謝謝 Dan Kristine的朋友是特別多的 其中有一位是有幫她本書寫聚的 就是法國總領事 她今天也來到現場 我們就給點掌聲 我們可能請給個機會去說幾句吧 大家好 對不起,我會說英文 如果你們獨不得 我可以說英文 但是 所以我只是想 我去找到 我忘記了 我都知道 我看過幾句 我因為有一個 零件事 我看過它 之前 我 rebuild 我真誠 我可以說 因為 每年 我們建立了很多 壁 我們現在有一個壁壁 壁 壁壁 壁 Hong Kong,Juhai,Macau but the most powerful bridge those who will resist all typhoons are human bridges and I think there is no better human bridges than Kristina I'm really impressed by her Cantonese Ima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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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 think I think Her husband must have helped But I'm really impressed And proud to have in the big French community in Hong Kong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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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a very very powerful image I have to say Here in Hong Kong I like I like Walking in wet markets Because for me it's the most exotic place I was when I arrived in Hong Kong I asked to my first contact Where can I see snakes? I want to see the famous Hong Kong snakes Maybe I can try to cook it I think it's very expensive And I understood that it was very expensive Very difficult to cook And for you when you I know that when Hong Kong people go to France I find our markets so exotic So exotic You have vegetable fruits Rosted chickens Ducks And the most exotic for you I understand now Cheese We have a lot of cheese sellers With all kinds of cheese Especially you Asian people You are always fascinated by goat cheese You don't like that It smells for you For us You know it's a paradise But this is why markets are so interesting And I would say I would add that When you study language When you study foreign language The most difficult to learn is The language of food Aliments We are always lost Even if you We know we have learned a foreign language In a restaurant We are Always Lost I've studied Some Putangua And When I went When I used to go to China In a restaurant I'm always lost Always lost And I think for you It's the same in France But that's nice to get lost You know To get lost And to discover Discover new things So markets are Real universal In Paris I have the chance To live near a market So twice a week There is The market And My wife Don't want To let me go to the market I will say No no I will go I will go She makes me Pairs to give me A list Tomatoes The hand But then She always called me Maybe one hour left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You're late I have to prepare to cook I said I'm just cuing You understand I cannot buy The tomatoes In the same At the same Mercand In which I bought For instance The salad Because I choose We like to cue And to change And It's In the modern world You know Time is money So you go to a shop You buy everything Okay I need tomatoes Eggplants Salads Carrots You know In France we do not like Doing like that We like We like Just Buy one thing Per American Just to make The time Be the longer As possible And Once a week When I come back From the market My wife always There is a crisis Between us Each time She is Always very angry Because I took Too Too much time So I think This is a Very exotic place And for us Also French people In Hong Kong We like to Discover your markets And I will Just add The What you You studied And the impressions You And I like Also the The design of your books It's Very Very Colorful But We have a common point And that's great Between us Between Hong Kong Chinese French people Is that We like eating Because you know You are You can be rich You can be poor You can We like To eat And we like We put gastronomy At the center Of our universe And you know I traveled In a lot of countries As a diplomat There are not so many Countries In which It's the It's the case And I have to say That's why We are not only Cultures We are Great civilizations Because we decide To put gastronomy At the center Of our Life And that's why I think The market is You know Like a church It's a sacred place In which you You can get The elements For the food So I would say Exa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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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 would say In French Bravo Christina And then I count on you You will explain To my wife That it's important To let me Take my time At the market Thank you Thank you şак widely But thank you outcomes For the It'sよう